何小红49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的何小红 我在广州创业21年 现在是一位网红培训导师 谢谢大家 欢迎您 您这个报名表 家庭成员这都没甜啊 您结婚了吗 我现在是我一个人 我回家的时间很少 回去就是看一下 我92岁的爸爸 92岁高兰 您是最早什么时候 出来工作的 我是2000年 来到广州打工 因为我家里修了房子 那时候差了债 我出来打拼就是还债 我刚刚出来 在广州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是进了一个闲场 第一个月工资是550块钱 但是我就寄500块钱回家 那一个月就是零花钱 就50块钱 反正就是一路创业 点点滴滴 坎坷坷坷 我也曾经也辉煌过 也低落过 所以说 我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看得出来 然后一路也是很不容易 我出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妈妈 无缘无故地走了 就是让我心里 是这一辈子 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妈妈 她是最疼爱我 她不让我出外打工 但是我为了家里还债 那我又要出来 我就很生气地说我妈妈 我说 我又不是出去不回来 我就说话语气 就重了一点 给我妈妈这样说 然后 我妈妈是农村 她一只手提着鞋 脚上打着齿角 一只手抹眼泪 我就用母送她 看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这么看不见 结果就 永远都看不见 所以说 我一定要努力创业 我妈妈没有想到我的福 但是我一定要让我爸爸 想到我的福 这就是我奋斗的动力 我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 我的思维也是一个 非常超前的人 作为我这个年龄来说 很少人有我这个思维 别人没有做直播带货 我就在做直播带货 我就在做这个培训 上一个月 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 我又学习了电影级别 主播在成都 学习了二十多天 因为我想成功 因为我有梦想 所以我要不断地学习 有一句话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人在你辉煌的时候 你身边的朋友是很多很多 在你最低谷的时候 连最亲的人都离开你 我就是一样 我去年 我老公给我离婚了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回去看我爸爸 我爸爸病危 差一点 我爸爸都不在了 所以我今天来到 非尼莫书 我想这个大大平等 能帮助我 我也不断地学习 我以前读不起书的 我2018年 我自己去考上了西南 财经大学 已经拿到毕业证 所以说我现在很想 可以找到真正的一份工作 能可以帮助我出人头地 您这个经历当中 我看 您2000年到2008年 自己开了一家 连锁的理发店 开了三家 三家 在工厂里上班一年 我觉得工资很低 然后我就出来 做检发的师傅 先给别人打工 然后慢慢赚了钱 就开了连锁店 那个时候也赚得还可以 直到2008年的时候 本来我把我老公 也是教会了检发的 我就叫他过来 但是他不愿意过来 然后就弄得心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就走人 但是结果在里面呢 做住做住 就是自己有了团队 团队 不是 您等会儿 您这个跨度有点大 你是去买保险的 你怎么就开始坐上了呢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在那里上班 我就联系他 买保险 我说我可不可以来上班 因为我要去了解 透了我在买 不能乱买 所以说我就想 所以你想通过上班 了解这个保险 然后再去买保险 我想把它了解清楚 了解透 然后再买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想法 然后就越做 就越有身边的人 也就越多 我团队最多的时候 也有两百多人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 再加上这个疫情期间 就很少卖出去保单 所以说我也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销售的这些方面 就下滑到低谷 然后我就转到这个 互联网平台 小红姐 我看你是四川南充的 我也是老家 我出生在四川南充 我们是老乡 老乡 很亲切 看你刚才说你做直播带货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你过去的经济当中 你卖的这个带货当中 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我带的是饼干 因为我是饼干公司的 签约形象代言人 也是签约网红主播 然后我培养的学生也在带 但是化妆品也在带 我拼多多直播间里面的人数 就有四万到五万的在线人数 我是今年三月份 我才转到抖音里面去 我抖音里面的粉丝不多 那个饼干 你总体给它带货卖了多少 这个是卖了很多 没有总数 因为我也上了很多平台 能不能够给我大概的销售额呢 或数据什么的 销售额 销售额它 每一个月那也是上了就是 几万吧 一万单 对 几万单是几万块 我现在其实我有点质疑了 你还给别人培训 自己连这些基本的销售额 到底是单还是圆 这些单位你都搞不清楚啊 不是 因为我是在带它这个货 我是在拼多多上面带的 但是我又把它的这个货 然后是放到其他平台去的 怎么样 小红姐我给你个建议啊 您需要表述清楚量化标准 你带货到底卖了多少销售额 这基本的数据能够量化的 因为我是以培训为主 而且您是在哪儿学的 为什么您上来就可以培训别人呢 您能讲得细一点吗 我之前我是在网上学习的 学到了如何做这个直播带货啊 而是这个直播的流程啊 如何做您能举几个点吗 您学了那么多 因为你都教别人了 也教教我们 那么我们先就说抖音好不好 首先直播是有直播系统 还有供应链系统 运营系统 如果他要来通过直播来创业的话 那首先肯定他要给他自己贴一个标签 你是要做一个知识分享的带货主播 你还是要做一个娱乐主播 要给自己找定位 然后过后啊 就先给自己要取一个名字 而这头像 要自己的这个真人的头像 也要真实一点 就给别人的产生信任度 所以说首先你要有这么一个账号 首先你要去下载这个抖音 他都说要先下一个抖音了 我感觉没必要再学习了 就是 然后您就直接给数吧 您之前带货 您不是说先在那个一个平台上带 然后带到别的地方 我们别的地方都不听 您就告诉您单场带货带多少 我是培训 我主要是培训 我自己也在招生 你招生怎么收费 等着培训课程 比如说我自己招生 我够学员了 回的是不够学员 但是我一对一 我都可以教 他问的问题 你先回答呀 多少钱 就是这个钱是不一样的课程 有9800的 也有699的 那有时候也有些公开课 699你卖了多少个到目前为止 699就卖的课就多一点 多少个 多少个就是那就有100的个 从三月份到现在半年里里面 你的收入已经有接近7万块钱的收入 还有那个9000的呢 所以你一共你卖课收入是多少 三月份到抖音你卖课收入多少 抖音里面我是免费交 刚说那课是怎么的 他是在用 何大姐 我先明确一下 我觉得现在咱明确一下岗位方向 再考察它更好一点 他一直强调是我是做培训的 那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原创能力 他是学完一个课 我就要去以这个知识点去分享讲 杨玥老师不对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是质疑他 他都赚那么多钱了 为什么要来找一个基础的工作 他都培训师赚了9000多的 几百多的加起来 他没有讲他量化的结果 就说明他的收入是不稳定的 或者是这个值得 那杨玥老师我不想你保护他 我觉得这个舞台 我们就想听他到底是卖了多少 你也不要给他折 你就直接说数 你卖了多少钱 就是690的是卖了100多 然后9800的呢 9800的是跟别人合伙的 才开始不久 现在才给别人做了一次 一共赚了多少钱吧 赚了钱也不够开支 不是不够开支 我不关心你开支多少姐姐 我们关心的是 你一共赚了多少钱 100块 1000块 10000块 你有没有多少 准数总是有的 其实小红我都要说到这里 我觉得这是个职场的东西 我们说当你能为成为一个培训讲师的时候 他是一个讲师 他就要具备匹配的能力 你要想在这舞台上证明你的能力 你就要坦诚地告诉我们 你真实的你的收入 你的能力在哪 我们现在这么多人都没有耐心听下来 就是因为对你的表述 对你的真实的业绩 直说是质疑的 你怎么会反驳我 就用数 我说9800的是我刚对接了一个培训公司 是9800 现在才做了一次企业培训 好 这是一万了 然后还有其他数 来 咱加数就说数 不是一万 他是请我过去一场给我多少钱 给你了吗 这钱 给我了 给到了 好 这就算一单吧 这算一万吧 然后给你的是9800的一部分 这个咱们让他说清楚一点 他给的就不是9800 只给我拿了500块钱 因为我是第一次活作 就是他这个 没关系 不用解释 699装那里 兜兜里的是多少钱 699是我从最开始开始 就是 何大姐 你就说 那个是我一个人交 我一个人交 我一个人交就是 小红姐 小红姐 你看 就是现在他们问得累 你答得也累 净入多少钱 你就 说一个数 那若带子的其实只有三万多 那我再问您个问题 你现在负债吗 现在身上 就是负债 负债多少 您现在还有负债 其实我负债 是负债很多钱的 现在还负债六七十万 你看我为什么问他的问题呢 他在抖音直播平台上 他自己的账号里面 介绍说我负债 所以才上抖音做直播 但是我看他抖音的第一条 是在2018年 而且2018年全年也有 19年全年也有 20年全年也有 你的抖音账号 不是今年才开始的 是的 对不对 现在就这些 我们暂且称之为债主吧 他们现在 对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我不差私人的 我就是差银行的 那你现在银行的 这些欠款怎么还呢 借了钱是一定要还的 给我时间 我也在努力 我赚了钱 我首先肯定是要先还债 因为我是2018年 又生了一场病 还做了手术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我现在就靠有时候 在外面去接一点 那个培训 有时候赚个一千多 两千多 就是很少 你看 我提醒你一下 你在2015年 11月份到 包围公司做高管 你写的月薪 三万到六万 这是不是事实 那个时候是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有团队 不是 你写的是 你不是2015年到2018年 你写的是2015年到今天 然后你最后写的月薪 是三到六万 我们的理解就是 你在最近这六个月之中的 平均月薪是三到六万 这是你写的 我是2015年 2015年 2017年 2018年 来 晓鸣姐 都是 晓鸣姐 来 您看一眼 我手里这个应该是您写的 是的 2015年 11月4号 起到至今 工作是到至今 对吧 至今 对 月薪三万到六万 您这么写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认知就是 您直到今天 走上舞台之前 你每个月 也是三万到六万的收入 没有 我这个三到六万 是之前的 那我觉得现在 我的感觉就是 您的认知体系 跟我们大部分的企业 可能都不匹配 这样吧 我们特别的交流都很难 如果大家没有 其他的问题要问 我们来看看企业家 会作何选择 好 好吧 祝贺你 虽然还剩下一盏灯 但是你仍然进入到了 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谢谢 你会带来什么样的 技能展示呢 我带来 我的原创歌曲 《追梦路上》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走在这追梦的路上 我已经学会坚强 爱情的离活与悲伤 慢慢都变成遗忘 走在这创业的路上 我的心不再彷徨 我的心不再彷徨 所有的伤心与绝望 都化作我的力量 在勇往之前的路上 我不想再为你欣赏 珍惜所有的感动 充满 充满 充满希望 在努力贫迫的路上 我要怀装满 充满的正能量 珍惜所有的朋友 一起努力实现梦想 谢谢 小红姐 刚才您带来的 这是一首原创歌曲 对 这首歌是写的我的故事 2019年 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发行的 我写了两首 还有一首立刻行动 立刻行动是 今年5月19号才发行的 您这两首歌 一共花了多少钱 花了有五万多块钱 我想问您个问题 这五万块钱 您为什么没拿来还债呢 因为我想把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经历想记录下来 那您有想过 当负责您这笔欠款的工作人员 听到立刻行动那首歌的时候 和《追梦路》上这首歌的时候 她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想她也想立刻行动 但她可能不是追梦 而是在追你的路上 这句话真的好好地 忍不住鼓掌了 是因为刚刚就在十分钟之前 然后小红姐在这儿 真的是非常诚恳地说 我认为人就要还钱 我欠了钱就要还 我会拿我未来所有的钱去还 我一定是要还上的 我的理解就是 你会拿你除了生活之外的 所有的这个积蓄去还 然后十分钟之后 你唱那首歌 说我花了五万块钱 把它发行了 因为我这个歌是2018年 在我人生的这个感情当中 你人生怎么样 我们不关心 关心的是 你刚刚从那个抖音 我说完 你抖音上说的是 你2016年还是17年 就已经开始说欠款了 到现在 在你这欠款期间 我欠钱是去年12月份 才开始欠的 我这个歌是2018年 我已经就交钱了 您18年的那个歌 已经发行了 咱不说了 还有一首歌是今年五月份 这个花钱了吗 发行就是我以前就是交钱了 2018年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这个钱 已经交了 一次性地给了它 对 已经交了 你给钱那时候 你欠不钱吗 不欠 不欠 那个时候不 对他留灯的寒衣 你留灯的理由是什么 我从两个地方上 给你一个留灯的理由 第一个 在你过往的经历中 我看到了 你有销售能力 创过业 我对创业和有销售能力的人 有一些好感 所以我希望看看 你是否真的有销售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 我看到你对面子的需求 多过于你对生活的需求 我也希望通过 《非女莫属》的舞台 能让你今天求职成功 或者失败 你走出这里的时候 你至少是带着感恩 带着解决方案回去的 这样你来这里 才不往白来 如果未来有一个 新的销售机会的话 你愿不愿意降低 你现在的薪资 因为从你今天说的 结果来看的话 你可能只能做一个贵员 你是否可以接受 可以 好的 大卫老师 我没问题 韩总 我有问题 你招这个岗位 是跟数字化有关系吗 首先这个岗位 可能进到我们的企业 是进不去的 但是我其他投资的一些店铺 我觉得有一些销售的岗位 适合小红姐 同时我也想跟于林反馈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在社会上摸爬拱打 但是没有拿到结果的一个负债者 但是我相信如果她愿意改变 放下面子肯努力 生活还是得以还她一份机会的 我们不能看到一个人身上 有那么多的缺点 就放弃了对她的 提供一个岗位和工作机会 你觉得呢 这个我是认同的 就是说站到这个舞台 每个人都有资格 有机会求得一份工作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会这么质疑你 因为我知道你是搞数字化的嘛 但是这个大姐呢 她的沟通 如果做数字化可能有难度 第二个就是 她讲了她的讲师 但是她的讲师 我感觉不如整个抖音官方的 快速官方的这些平台的说明书 讲得全面 但我觉得云丁力也操之过极了 现在第二环节还没到最后呢 人家还没扭岗呢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 我觉得这大姐她身上 我们无许也不说 她到底抖音做得怎么样 但是她从她到这个年纪已经快五十岁了 她能够从不同行业不停地摸爬滚打 一直一直在换岗位 一直在努力 我说所有的观念 你听我讲完 我想说的是她这种精神 她就不停想要去起来 跌倒再爬起来 跌倒爬起来这种精神 我对于很多女性来讲 你是完全不同意你的想法 她这个中烈女性来讲 我还是 完全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你想她几十万的负债 她自己出歌花几万 对不对 她把所有自己所谓成功的描述都是 那简历都是成功的 但是完全不想经历 如何获取这个每月几万的收入 她给别人传授知识 但是她从来没有去真正地学过这些东西 这不是忽悠别人们 误人子弟吗 我们有没有原则了 都说她怎么没有学呢 她刚刚一表达过了 她在培训前她去上课程 我们姑且不说课程怎么样 但别人是学过的嘛 我们不能否定别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她学怎么样 她说在抖音上看的 你听了没有 我觉得我们不能盲目地去护着这些人 因为我今天 我真的好急了 如果是说她真的是说 我表达出来的是我不成功 我失败 我负债 这都没有关系 今天整场表达出来的是没有诚信 自己写出来的字字自己不认 你这样下来我们还怎么顾着她的 我们招什么人 没有诚信我们给工作吗 我是学哥的 给不给工作 我是学哥的 我没有说我没学哥 你先说了 你抖音上描述的事实 你的描述是真实还假的 洪姐 你回应一下洪姐 你在开这个创业课程之前 你到底在什么机构学的 有没有什么证书 到底学怎么样 我有证书 我学习的电影级别主播脱讯云 参加了二十几天 然后 我不相信 对 我不相信 你在描述里边的都是假的 我相信什么 我有证书我可以给你们看 你写的所有的收入 所有的这个投入全是假的 我是一个老实人 我说的任何东西都是真的 你怎么是老实人呢 你说的都是假话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从哪看出来说的假话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认识 他就看着写出来的假话 我觉得这就是你致命的问题 你的真实性 因为你的表述多次漏洞 让大家产生了怀疑 我想打断一下 是这样的 我认为韩依先生给他留灯 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 他之所以现在失败 是因为他可能今天就想改变 如果他今天不想改变 他不会来了 这个我们没质疑 这没关系 没有人说 你失败的人 做错事的人 不该有机会 你在台上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 不诚信的时候 我们不停地给他折 我没有不诚信 我所说的都是 因为我是一个老实人 你还在说你是老实人 你可以去调查 我身边任何人 没有调查 你刚才你正经在说假话 我一定要说一句话 我一定要说一句话 小红我会觉得 你有两件事情是我们针对整个录制过程中 第一件事情 做人做事的诚信是这个舞台上的最底层的价值观 我是非常诚信的 但是你的所有东西你此刻还在辩解 就像你刚才对收入的确认 你对你的负债的确认前后都是矛盾的 不要解释了 第二个我会要挺一下寒一 在这世界上面有很多人是有着认知的瓶颈的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们就要找个舞台把它拉下来 你在哪里 你应该干什么 这个社会会有你能干的能胜任的工作 就像你奋斗了几十年 大小的生意都做过 你把你的面子 把你那些想象的 能赚几十万几十万的钱的东西扔掉 回过来 你今天踏踏实实的 你能干三千的工作 还是五千的工作 还是六千的工作 是你今天梦醒时分 所以我挺含义的原因就是说 有一双手 有梦想 愿意行动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会给你机会 但是价值观自信是另外层面上的事情 不是另外层面上的 君姐我一直听您说吧 我现在就要说 我觉得我没有走 是因为如果我走了 就没有人听中书说话了 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要说 诚信这件事之后 确定之后 可以给岗位 可以给机会 都可以 不是有的错了之后就不给机会 但是我们不能够绕过 诚信这件事说别的 到现在围城都在说 我是老实人 我是诚信的人 你怎么往下说呢 我写这个歌 我只是写的歌词 我只是把我的人的经历 小红姐您还在解决细节 这都不重要了 现在该清醒一点了 的确今年找钱真的是很难 找一份工作 也是真的是很难 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能到处找工作 但是不一定你情分 就能把东西卖出去 是不是 包括我上一个月 跟你们说心里话 我只剩了三十八块钱 我就接头 给我女儿说 接一点钱过来 但是我女儿 因为她也才成家 又带过孩子 你也没给我 实际上我觉得 大家对你任何的认知 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 在您的这个报名表的填写 和您真实的情况之间 是有差距的 都是我真实的 我没表述清楚而已 你先让我说完好吗 你要记住 你面对的不仅仅是 十二位企业家 还有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喊出了 我何小红是一个诚实的人 是的 我诚信的人 那么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 你去为你说过的话负责 我绝对负责 好 接下来 我要问韩依一个问题 还需要考察 何小红的职场情商吗 首先我觉得 不需要考察 她的职场情商了 那第二个我想说一下 我留灯给你 不是因为你今天的表现 而是因为你想做一个 就过去可能有些地方 做得有一些失败 但是你是一个想成功 是 渴望走向正轨的人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你这样的大姐 一个权利 动用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来帮帮你 这是我觉得我们的初衷 但我也希望 如果未来有机会 你进入到工作岗位上 我希望可以 以诚实本性 作为你的立人之原则 可以吗 谢谢 可以 我是一个老实人 好了 小红姐 您的话已经不少了 咱们接下来第二环节 就来看看韩依慧怎么选 好 你成功进入到了 韩前妇商感情 小红姐 首先我的企业叫泰坦书科 您可能在我的企业 暂时是不胜任的 但是我有投资一些其他的企业 就是做门店的柜员的销售 可以让你去卖卖电器 这类的产品 给您一个薪资是六千块钱 放在上海这个城市 我觉得这样的城市 诚信要求非常高 也会把您过去生活中 没法做到的 每句话都真实表达 有些小聪明 爱于小面子的这些小毛病 可能在这样的城市中 能帮你修炼一下 好 谢谢 我非常感恩 感谢 然后你为我留灯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六千底薪 四加提成是不是 这个提成比例呢 按你销售比例 大概有五到七个点之间的提成 好 何小红 接下来你有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我愿意深入地了解一下 那你就是选择接受寒衣给你提供的岗位 对 好 祝贺寒衣 也祝贺何小红 谢谢 谢谢 在您离开舞台的时候 我想跟您说两句我自己的心里话 其实整场面试下来 争议也挺多 人都说五十之天命 我希望您在知天命的时候 更加知道一个道理 天下有天下的功礼 功礼自在人心 但不管你以前做得如何 至少今天再走上这个台阶 我希望你以后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感谢您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